我是北七 北七是萬 用心看世界發現社會大小事 各位好歡迎收看吃的角落 我是停在吃 聽到這個名詞 一般人可能很難想像這個詞 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社服工作者是一種專業 是一種你我或許不太了解 卻真實存在 而且讓這個世界更美好的職業 堅持走這條路 又有夠強壯的夢想與熱情支持者 因為他們承受的壓力其實無與倫比 甜小愛 從小熱愛美妝精品 朱年慶就是她的狂歡節 畢業後踏入異星效果的百貨產業 在這樣BlingBling驚光瞎向 紙醉金迷 光鮮浪力造刺眼睛的環境工作下 到底什麼原因讓她轉行 加入仁安基金會 踏入社會工作的領域呢 沒有我可以說1月15號 1月15號在6號 看一下 這是畢業5年的甜小愛 現在任職於仁安基金會 你已經問第四遍了 每天都是8點準時打卡 如果遇到溫度下降15度以下時 就會跟站長夜發睡袋或是 預寒醫護給韓式朋友們 像最近比較忙過年前戲的 韓式吃飽30的版的活動 就像你剛剛看到的那樣 我們會打電話給不同單位 宣傳我們的活動 一起來幫助韓式朋友們 度過溫暖的過年 會有一些善心人士捐贈不同的物資 給韓式朋友們 總會讓這些物資整理或發給需要的韓式朋友 無論城市多麼進步 總能看見一群被漠視 被孤立的身影 由於物價越來越高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造成越來越多人陷入貧困 韓式齁 就像是獨立撫養子女的單親媽媽 經濟困頓的社會邊緣人 居無定所的流浪皆有 這些窮困清韓的人 我們雅稱為韓式 我們基金會比較強調這個 你們這個什麼時候會播啊 這樣有漂亮嗎 幫我拍好看一點 因為我媽會看 26歲的田小艾 從小就是長陪媽媽參與公共事務 舉凡導護媽媽 醫院職工 在尚未加入倫蘭基金會以前 在百貨從事企劃 競爭激烈的百貨業下 發現自己在工作上 不能獲得像在單任職工時來的快樂 在朋友的介紹加入後 感受到服務社會與工作結合 更能增加自己的成就感 以前就在想 周年輕要怎麼宣傳百貨內的商品啊 簡單來說就是怎麼讓大家瘋狂寫屁 然後我天天爆關啊 真的超辛酸的 我就想說如果能用我的企劃分業加入服務 應該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大家都說我的故事很gay般 但說真的 想去工作幾年 直常上遇到很多爛鳥事 就會想說 工作到底是為了什麼 現在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 但至少要過得很有意義 對啊 然後像我平常的工作就是寫寫新聞稿 這些新聞稿都是我寫的喔 對啊 以前超愛百貨的周年慶 就想要為了充滿千送百啊 滿萬送十塊啊 我真的覺得都可以減到便宜耶 但是幾年下來房租 咖啡水電 離開國家一家 整個都去月光族 各身心求困 不過我到這裡工作以後 也看見不一樣的世界 原來自己也有能力 可以幫助社會上那些弱勢絕取 就會覺得 我一點也不對 由於大多的韓氏 在街上漂流久了 已經把自己的心塵鋒起來 小愛最重要的責任 就是讓韓氏闖開心房 讓他們接受善事的支援 但因為家人的不諒解 以及對於街友的刻板印象 且小愛放棄穩定高興的工作 走路社工的行列時 還鬧出家庭革命 我們現在要去平安站 捐贈物資送餐的地方 還有韓氏流來的時候提供街友住宿 我們工作的時候都會有男同事一起啊 而且那些大哥還有阿姨們也都很親切啊 常常去拜訪我們會變熟啊 增加彼此的信任 一開始家人很不支持 而且也非常的不諒解 因為他們都覺得 女生做這份工作很危險 甚至是覺得街友 為什麼不好好的工作 需要別人去幫助他們 萬華一帶是你我所知的街友聚集地 你可能會聽長輩說到 一個女生晚上不要去那邊 那麼為何萬華龍三次 會有這麼多街友聚集呢 這是有歷史淵源的 廣告之後我們馬上回來 電影傳廣告曝光 待遇破百萬亂人次 使用創意有趣的影片 最佳的視覺衝擊效果 不可遇過的傳播設施 數量有限請把握機會 業務諮詢請查 8745-0748-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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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吃的角落 我是停在吃 龍三四附近 也是田小愛工作常會需要探訪的街區 萬華蒙甲一帶 也是台北最早開發的地方 位於淡水河旁邊的好位置 成為繁榮的貨運集散地 早期聚集很多碼頭工人 有工人當然就有紅燈區 後來河道淤積蒙甲沒弱 碼頭工人與出體力活的人 年紀大了 身體受傷無法負荷勞動需求大的工作 加上沒有家人照顧 於是一身病痛流落街頭 很髒啊 這樣子的話我們家就很不安全耶 你看我們家小孩 一個人在上課還要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在附近徘徊 有愛觀戰影響適容耶 台灣的租屋狀況又差 現女現學生現白領 很多中高齡單身男子 根本就租不到便宜的房子 他們也不是自願要當街友的吧 萬華一直以來都是交通匯聚之地 距離台北城的行政中心也非常緊 台北人紀院的前身組織 就是在萬華一帶設立 隨著日本政府來台後 1899年日本人將這些機構合併為人紀院 位置就在榮山寺旁的廣州街 從早期慈善組織來看 已經是延續150年以上的歷史傳統 因此從日本時代開始 萬華的龍山四周邊 就是街頭慈善關懷的主要服務地點 然後我來帶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個社區好了 其實呢這裡有很多服飾街友 大部分的街友白天都去工作 這些很閒的老人啊 根本就是附近的住戶而已 所以有七成的街友是有工作的 只是他們的工作和一般上班族不太一樣 大部分是舉牌啊 出陣頭或臨時工 像是 像這個他們就不是街友 就只是來這邊下象棋的啦 這幾次工作我也會跟家人分享 韓神的故事啊 我媽媽會支持是因為她跟著我一起去做志工 跟我一起去深入了解他們 才知道說原來還是朋友跟我們沒有不一樣 其實大家可以不用害怕 我覺得各行各業都有她類的地方 只要我覺得困難或辛苦的時候 我都會想起還有比我更辛苦 或者是比我更加努力的人 記得有位林大哥 他過去曾經是貨車司機 因為一場車禍失去謀生的腳而失業 淪落街頭 現在經過站長的轉介啊 正在小吃部努力的工作喔 他也對我說他要努力存錢趕快搬出去租房子 把位置留給下一個更需要的人 所以都覺得再辛苦都值得的 曾經有威山市質疑過 我為什麼要幫助這些不工作的人 看了很多例子之後 要真正的深入去了解街友的背景故事 可能因為車禍或生病才失業 淪落街頭成為街友 就或者是他獨自一個人沒有家庭 因此不要這麼快因為長相外表 就判斷一個人 看我長得這麼可愛 我愛吃腳皮 包髒的枕頭 或是有其他的怪癖 你也不知道喔 其實人有剛潮也有低潮 小愛的工作就是幫助不同低潮階段的人走出來 給予給甘輔導就業 幫助貧苦人渡過難關 萬華平安站的這些牆上的話 就是要讓大家半個角度想 大部分的韓式朋友是與舉牌為勝 對於很多有錢人來說 年輕少一百萬 對別的那些韓式朋友們 格外的天狼群 不敢講諷詞啊 我記得去年在南港辦的韓式尾牙 有一位大哥牽著他的腳踏車 從三重走到南港 我就跟他表示 大哥你的腳踏車不能牽進會場喔 要放門口 但大哥和我說 妹妹不好意思 那可以幫我過著這個腳踏車嗎 因為這個腳踏車已經是我全身上下的家檔 一般人來說可能只是破爛的腳踏車 但對於他們而言卻是寶物 那另外大哥也是因緣計劃下 知道韓式吃飽三十的尾牙活動 即便周遭的人都互相不認識 希望這天的活動 大家能夠一起感受團圓的氣氛 他們原本都和你我是一樣的 只是需要被拉一把而已 如果我們都願意伸出那雙溫暖的元首 相信他們很快就可以再次回到這個社會 來繼續生活 少一點眼光 多一點關懷 大家都是為人生的打拼 吃的角落帶您認識這片土地 跟土地上每一位充滿故事的面容 本集的青年甜小愛 帶我們看見台灣的不同角落 我是甜在吃 記得訂閱頻道 按讚粉絲團 追蹤IG 底下留言分享哦 還有看個十遍 下一集吃的角落 帶您介紹別的行業 不過還在籌備中 我們下次見 這個套裝是吃貓贊助的 她三十年前的衣服 所以就是我媽已經太瘦了吧 用心看世界 發生學會大小事 發現 拍完了 今天又來萬華龍山寺 補一下畫面 然後其實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像中來的可怕 她們也沒有做出所謂的攻擊的行業 所以其實還蠻安心的 不要再喊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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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喊我笑